你喜欢有利益的事情吗? 你觉得人应该试试都谈利益吗? 利益熏心 是不是业力就很大很深?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人到底该不该时常的去争取利益 上一期我们谈到了 世界没有佛 里面就很多朋友问到 老师 那如果 我们对事物的并不要求 或是助人不求回报 那是否里面就没有利益纠葛 不然如果我们谈了利益 那就不符合经文里面提到的心无挂外了对吗? 因为我有了利益心 那是否一切就又多打回原形 助了相法而没有空法 那如何修道或是成佛呢? 这个问题就很有趣 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空呢? 空是什么呢? 有人说断、舍、离方能成空 那么也是有意思 既然本质是空 又何必断舍离呢? 如果你必须断舍离才能成空 那么就印了金刚经的一段话 是什么呢? 那就是 有我者 是非有我 而能有我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概失尊的意思是说 若有众生说 这个世界 是由我来度化的 那么我就是一个存在形象的本质 那我既然是一个存在形象的本质 那是否代表 我自己也尚未度化我自己 那我又如何度化别人 所以我虽然 有我这个人 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而在未开悟的众生看来 就会比较执着在 有我这个存在 以为只有我的存在 才能够来度化他们 但事实上 众人跟我并无区别 但众生却认为 我跟每一个众生 都是不同的个体 如果这样想 那众生就比较难开悟成佛了 那么 老师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 如果你在思考 如果可以 无欲无求 或是施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 是不是离佛就比较近呢? 这里前半段没啥问题 问题在后半段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就在欲 既然佛与我并无距离 那么你觉得你自己 跟你自己之间 距离会有多远? 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老师这里举一个 我们频道的例子 作为一个公开的频道 不会每个人都是有水准 口出善言的 老师常常 应该说是每天 都会被喷说是神棍 术士等等之类的外 还有人会一天到晚说 老师这支持某某党的 一定都会下地狱 这个老师不但同意 而且都会回他 你说的没错 我会下地狱 以后我们都会在地狱门口 相见欢 这个没问题的 你说我支持你讨厌的政党 就是恶贯满盈 当然得下地狱 那老师以后在地狱 享受个剖腹抽长 应该是基本套餐吧 那你口出恶言 当然得一起下地狱 怎么住也得来住 拔舌地狱走几遍吧 所以你跟我都会下地狱 当个狱友 这个肯定没问题的 这个虽然是吐槽 但是逻辑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当你用A看我的时候 你已经在地狱挂号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箱 这个箱 就是我陈老师下地狱的箱 但是 到底是不是真的陈老师 已经下地狱了 或许是 或许不是 但是脑中想出这个像的人 就已经为自己形成了一个地狱 而当他口出诅咒的时候 地狱就成为现实了 只不过是属于他的现实 并非你我的现实 同样的 当我们追求断舍离 或是想说 进入了无我之空 之后就可以得正 就可以成佛 那就保佛跟我们 彼此之间 彼此之间形成了两个箱 一个是佛 一个是我 那这种状况下 我们与佛之间的距离 就会产生了量子纠缠一般 恒定保持一个距离 既不会远离 也不会靠近 老师说这个话 是老师自己体悟的 还是有所本呢 答案是都有 但比较偏向后者 那是出自哪段经文呢 老师还是以用字 《金刚经》的一段 世尊问弟子虚菩提说 虚菩提 云玉云合 阿罗汉能做试念 我的阿罗汉道不 虚菩提言 不也世尊 何以故 实无有法明阿罗汉 世尊 若阿罗汉做试念 我的阿罗汉道 即为助我 人 众生 受者 世尊 佛说我得无争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不做试念 我是离遇阿罗汉 世尊 我若做试念 我的阿罗汉道 世尊则不说虚菩提 是乐阿兰那行者 以虚菩提实无所行 而名虚菩提 是乐阿兰那行 落落长一大串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比较简单 其实字面上大家都可以很轻易地理解清楚 世尊的意思是说 虚菩提 你认为当人在修行阿罗汉时 会不会预先地去想说 嗯 我这个努力修行 所以我一定会得到果位呢 这个叫虚菩提的弟子回答说 世尊 这样不大对吧 如果你会得正有了果位 那代表你心里已经明白 果位只是一个名称 没有什么意义 既然没有意义 那当然就不会 自己有没有得到这个果位的问题 就像世尊您曾经这样说过我 说我需菩提这个存在 是懂得虚实向的真伪 是一个远离一切是非 弃和真理 已到奥妙之处 而且在世尊的朱底子中 赞许我为解空第一 是第一个拖进人我 是一个离遇的阿罗汉 但虽蒙宁如此地称赞 我确实没有得了阿罗汉的念头 因为如果我有得了阿罗汉的念头 觉得我的修行 有了一个阶层的提升 那么不就是生了妄念了吗 有了这种想法 那就不是六欲皆空的阿罗汉 所以如果是这样 您就不会说我是阿兰娜行者 您会说我是 是因为我心缘无所得 只有一个名字叫虚菩提而已 所以师父您才称赞我是阿罗汉 各位应该从这里就可以很明白了 这段经文意思就是 会成佛的 他并不在意自己 必须做到什么才会成佛 因为原本是佛 我们只要行佛道 那我们现实就是佛 佛不是一定要在天上 然后坐在莲花上 或是踩在祥云上 然后我们才能说 自己是佛 因为师尊已经说得很明白 一切众生 接据如来智慧德相 但因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落离妄想 一切智 自然智 积得现前 这个我们上篇已经说过了 现在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问题是 什么是佛 这就是今天我们稍微要讨论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是稍微 因为师尊在《金刚经》里面也有说过 实无有法 佛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成佛没有一定的法门 因为一切善法 皆是佛法 什么是善法 它有很多可以延伸的地方 我们今天就先取一个方法 所以老师说是稍微 这个方向是什么呢 那就是佛法或是道法 本身就是为了度一切众生的法 那这些法为什么可以度众生 因为这个法对大家有利益 什么利益 死后上极乐世界还是去三清的灵消宝殿呢 没错 这个可以达到 是真的可以达到 但这不是修行的直接利益 最多只能称它为附加价值 举个例子来说 老师以前在保险业的时候 有一个保险业的世界级表扬大会 那就是称作 也就是百万云珠会议 这是业绩高超的保险业务员 可以获得的世界级荣耀之一 每年几乎都会举办 邀请全世界有达目标业务经理人来参与 那么请问一下 是你已经是百万级以上的保险经理人 才会出现在那里 还是你去那里之后 才能证明你是百万级以上的顶级保险经理人 各位 这不是诞生鸡 还是鸡生蛋 这是一个很清楚明白的逻辑 你必须是 你才能去 不会因为你去 你才能证明你是 你不去 你也还是顶级经理人 去不去你都是 因为收入跟业绩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所以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 或是登上三清的灵消宝殿 都类似这样的逻辑 你会去 代表你利益够多人 所以你可以去 你的功德业绩达标了 所以你在这里了 而不是因为你在这里 所以你成佛 所以你成仙 这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是佛是仙 取决在我们的行为 不是取决我们身在何地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从民间故事戏游记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隐喻 什么隐喻 这孙悟空翻的跟斗 可以超过十万八千里 但是翻了几番 都还在如来佛手掌心里 为什么 因为孙悟空没有的证 他没越过的 不是佛的手 而是他心里的那道坎 心里的坎没过 那佛的手也翻不过 但反过来看 被押五指山下五百年的孙悟空 也没有因为观空一空 空无所空 然后就抛掉五指山 成为了佛 或是又重返先般 为什么 因为押着孙悟空的 不是五指山 而是孙悟空自己 为什么押的是孙悟空自己 因为这五指山 就是孙悟空没有翻过佛手的不甘心 因为不甘心 所以押孙悟空的 就是这个五指山 各位懂老师意思吗 但我们今天不是讲西游记 所以我们点到为止 以后各位想听老师讲西游记 我们再开系列节目慢慢讲 因为这个一讲 没有二三十集大概是讲不完的 浓缩也得十集上下 所以今天就不多说了 那么 什么样的业绩 让我们可以去参加西方极乐世界 或是三清灵霄宝殿的团呢 我们网上看一点 那就是你的功德业绩要到位 那功德业绩的点数是怎么算的 那我们再往回推一点 那就是我们必须利益够多的众生 利益的多 功德点数就多 利益的少 啥都看破不理 那点数就少 那就得多轮回几次 重新回到这个时间 来累积我们的点数 那什么才叫做利益众生呢 有朋友说 我没有钱 我只能微笑待人 吼出善语的无畏师 那算不是利益呢 这个当然算 因为功德点数 不是用钱计算的 那是靠什么呢 那我们就得再一次的说明 什么是功德 功德二字 其实过去已经在某一级的武术大灾问里面 已经有说过了 所谓功就是有益于人 什么叫做有益于人 过去在善书里面 就说是修桥铺路盖学校 这是不是功 这个肯定是 但是做事尽善尽美 也是功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职业 书是专业 但是本质上 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客户 或是为了收入而服务社会 所以我们从这个服务里面 收到了我们该得到的报酬 但做一样的事情 有人做得零零落落 勉强交差 有的做得尽善尽美 得者欢喜 就像你进餐馆 服务员有的爱答不理 有的入热诚有理 那么前者就没有工 后者就有工 因为这个服务员 让客户感到欢喜 这就是他的工 而有的人会说 老板就付那点薪水 客户也没给我什么好处 我就拿这点破薪水 还想我把老板的客户 当大爷服务 这点钱 只能让猴子来服务 所以 这个人不但无工 还把自己打入了畜生道 这样各位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路上骑车开车 注重礼让 减少了蝴蝶效应 所造成的车祸或是危险 这也是工 所以老师特别喜欢 礼让公车或是火车 因为每一台公车上 满满都是人 一台货车上满满都是货 每个货都有主人 每个人都有家庭 所以老师讲求利益 礼让他们 让他们平安到家 人人都准时收到货品 那么这也是老师的工 做生意货真价实 童走无期 不卖伪劣商品 以次充好 客户买到使用 觉得开心 觉得好用 这也是工 就连不乱丢垃圾 不浪费能源 都是间接对整个世界有益 这些也是工 而很多情形之下 对社会有工的 通常收入都会不错 因为大家都想跟对自己有利的人做生意 都想跟实在的商家买东西 没有人想上当受骗 也没有人想买到伪劣商品 也没有人想委托 托福衍了失的技术人员来服务 更不想跟死于眼的售货员买东西 那么 对人有工 就是对人有利益 对人有利益 人家就会回报给你利益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工 就是我们外在有益于人 就可以称为工 所以建工立业 功劳 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而功德的德呢 德就更容易了 德就是善 善是什么 就是内在有益于人 什么是有益方式 就是让人可以遵循的美好 我们称之为德 例如说好话 讲善知识 或是教育好子女以学生 又是一种德的展现 但好话不一定是表现软弱 这就两回事了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对他人的谩骂 羞辱 这就不是德 但是为了改正他人的错误 而极严厉色的责骂 那也是属于德的范围之一 因为目的是驱使向善 而并非以羞辱为目的 抵或是以毁为手段 那即使不是使用温言软语 那也是德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地藏菩萨本愿经 为什么要分上中下三步 因为第一步是极严厉色的跟我们说 犯错会有什么样的处罚 所以不要轻易犯错 至少不要知道错 还是要去做 这就很重要了 就像观众生意原品 这就很明显了 而第二步是讲道理 说哎呀 你看这个这么多维度的神魔都来讨论 做什么才是正确的呀 这个世间的价值观呀等等之类的 例如之中利益存亡品 言罗赞叹品之类的 而第三步讲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 做什么 要多久 有什么好处 我们做了之后 未来多么美好 例如较粮不失功德原品等等 都是在说这些事情 所以善言 不代表是软弱无力 不代表是退让 更不代表是无能为意 而是尽力的让更多人知道 什么是对的事情 而对的事情是什么定义 首先就是不伤害人 而能帮助到更多人 而且这种力量是持续的 不是一时的 那么这就是善 就是对的事情 所以功德功德 有功也需要有德 内外相符 恰如一经里面的水火积际 能利益国家社会 又能利益人心向善 那么这样的积分 当然就可以累积很快 积分一够 那无论是东西南北中 各种极乐世界 以及修仙成圣 那就不过是附加价值 多几个奖杯而已 您说是吗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记得按赞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